犹太人作为世界上优秀的商人 他们具有超乎常人的商业敏感 能够从别人容易忽略的地方 发现属于自己的商业机会创造财富 1.做一个创造机会的高手 机会不是一把雨扇 你信手拈来轻轻一挥就能凉风袭袭 更多的时候机会来临时 大多数人视而不见 因为有太多的理由让人认为 这样的机会与自己无关 但犹太商人却能够以12分的努力 创造性的利用机会 从而让机会成就自己 特朗普是美国房地产巨富 他出生于一个犹太商人建筑承包商的家庭 在他13岁时 他父亲送他到军事学校去学习军事 毕业后他又就学于福德姆大学 在这所大学上了两年 他想要励志经商 因而霍顿金融学校是个非去不可的地方 于是他去那里转而攻读商业 至此他就向往曼哈顿 因为曼哈顿是纽约的首富之地 许多跨国大公司和大银行都位于此地的华尔街 特朗普大学毕业的第三年 即1971年 他在曼哈顿租了一套公寓房间 这是一套小型的公寓间 面对附近楼房的水箱 室内阴暗窄小 尽管如此 他还是对此倍加喜欢 这次搬迁 是特朗普对曼哈顿熟悉了许多 他逛街的方式很特别 他专门了解这里所有的房地产 他年轻 野心勃勃 精力充沛 他要在这里大显身手 特朗普搬到曼哈顿以后 认识了许多人 开阔了视野 了解了许多房地产 但仍没有发现他能买得起的 价格适中的不动产 所以他迟迟按兵不动 到了1973年 曼哈顿的情况突然变糟 通货膨胀使得建筑费用猛涨 更大的问题是纽约市本身 该市的债务上升到了令人忧心忡忡的地步 人们惶惶不可终日 简直不能相信这座城市发生的事情 这种环境不利于新的房地产开发 特朗普担心纽约市的未来 但还不至于彻夜不眠 他是个乐天派 他看到该市的困境 而那也正是他大显身手的良机 他认为曼哈顿是最佳住处 是世界的中心 纽约在短期内不管有什么困难 事情一定会彻底改观 这一点他毫不怀疑 不可能有哪座城市能取代纽约 几年来一直吸引特朗普目光的 是哈德逊河边的一个 报废了的庞大的铁路广场 他每次沿西岸河边的高速公路 开车过来时 就设想能在那儿见什么 但在该市处于财政危机时 没有心思考虑开发这大约 100英亩的庞大地产 那时候人们认为 西岸河边是个危险去处 尽管如此 特朗普认为 要全面改观并非太难 人们发现它的价值 只是时间问题 1973年 特朗普在报纸上破产广告一栏中 偶然看到一则启示 说一个叫维克多的人 负责出售废弃广场的资产 他于是打电话给维克多 说他想买60号街的广场 广场的事最终虽未落实 但维克多提供了另一个信息 那就是名叫康默多尔的大饭店 由于管理不善 已经破败不堪 多年亏损 但特朗普却看到成千上万的人 每天上下班 从这里的地铁上上下下 绝对是一流的好位置 特朗普把买饭店的事告诉他父亲 父亲听说儿子要在城中买下那家破饭店 吃惊不小 因为许多精明的房地产商都认为 那是比赔本的买卖 特朗普当然也知道这一点 不过他耍了一些高明的手段 他一方面让卖主相信他一定会买 却又迟迟不付定金 他尽量拖延时间 他要说服一个有经验的饭店经营人 一道去寻求贷款 他还要争取市政官员 破例给他减免全部税务 一切妥当后 特朗普终于买下了康莫多尔饭店 投资进行装修 并重新命名为海特大饭店 新装修后的饭店富丽堂皇 它的楼面是用华丽的褐色大理石铺的 用漂亮的黄铜做柱子和栏杆 楼顶建了一个玻璃工产亭 它的门廊很有特色 成了人人想参观的地方 海特大饭店于1980年9月开张 顾客迎门大获其力 总利润一年超过3000万美元 特朗普拥有饭店50%的股权 特朗普没有就此满足 他的目光又落在曼哈顿繁华路段的 一座11层大楼上 从1971年他搬进曼哈顿 并在那儿逛大街起 他就看中了他 那是房地产中一流的位置 如果在这个位置上建一座摩天大楼 他将成为纽约城独一无二的最大不动产 特朗普通过调查 了解到那层大楼属于邦威特商店 但楼下的地皮属于一个名叫捷克的房地产商 特朗普先去找捷克 捷克是个很精明的人 但他不是纽约人 不知道这块地皮的真正价值 更闹不明白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 仍有人打他的主意 特朗普通过几个回合的艰苦谈判 最终以2500万美元买下了11层大楼和下面的地皮 特朗普决定把旧楼拆除 建一座高68层的大厦 命名为特朗普大厦 他费尽周折 得到了市规划委员会的批准 1980年 曼哈顿银行同意为特朗普建造大厦提供贷款 特朗普把整个工程承包给了HRH施工公司 并委派33岁的高级女助手巴巴拉负责监督施工 巴巴拉在翻修康默多尔饭店时 曾显示出他杰出的才能 开始旧大楼的爆破工程时 纽约时报刊登了炸毁门口雕塑的大幅照片 并发表了许多文章 说特朗普只顾赚钱 不惜毁坏艺术品和文物 尽管艺术和文物管理部门并没有出面干涉 事后特朗普也后悔不该毁了那些雕塑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场轩然大波却给特朗普出售大楼帮了大忙 特朗普大厦处理起来了 建造的既富绿堂皇又非常新颖独特 光是造价达到200万美元的门廊中 沿东墙下来的瀑布就有80英尺高 从第30层到顶层是公寓房间 站在屋里就可以看到北面的中央公园 东面的九特河 南面的自由女神像和西面的哈德逊河 可以说曼哈顿的美妙风光尽收眼中 由于特朗普大厦以富人的住地自居 因此每单元售价不菲 在100万美元到500万美元之间 特朗普大张旗鼓地做广告 许多电影明星和著名人士因之而争相购房 因此尚未完工房子就卖出了一大半 特朗普大厦共有住宅单元263套 他留下最顶层十多套自家住 他们夫妇花了近两年时间才改建完毕 特朗普自豪地说 他的公寓是世界上少有的 在接连成功之后 他没有坐享其成 有投资度假村 游乐场 海湾干西部娱乐集团等 同时他的妻子伊瓦娜也干得有声有色 他亲自掌管特朗普城堡 该城堡是大西洋城游乐场中 收入最多的一家 也是城中最盈利的一家饭店 近三个月就收入7680万美元 特朗普还生产自命名的凯迪拉克轿车 就这样 特朗普在曼哈顿闯荡 大约前后十几年里 从一个矛头小伙子 一跃而成为一个声名远扬的房地产大富豪 特朗普善于从不明朗的市场中 发现隐性的机会 并以恰当的经营策略 让机会变成财富 犹太商人在发展机会的过程中的 这种创造性思维 是他们屡屡成功的秘诀之一 二 抓住平凡的机会 使之不平凡 机会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 只是有的人没有留意 让机会悄然跟自己擦肩而过 犹太人之所以有那么多富豪 这与他们善于捕捉机会 把握机会是有关的 有时一次机会就能彻底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犹太商人的经验是 不仅要善于发现机遇 同时还要在机遇面前 知道该如何去抓住它 把稍纵即逝的机遇变成财气 著名的美国犹太实业家 政治家和哲人 伯纳德·巴鲁克 二十多岁就已经成为 人人皆知的百万富翁 同时在政坛上 也彭成万里扶摇之上 从而赢得事业权利的双丰收 后来他被总统威尔逊 任命为国防委员会顾问 和原材料矿物和金属管理委员会主席 时隔不久 又被政府任命为 军活工业委员会主席 1946年 巴鲁克的政绩又跃上一个新台阶 他有幸成为 美国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代表 在七十多岁的高龄时 依然雄风不减 当年他曾提出过 建立一个以控制原子能的使用 和检查所有原子能设施的 国际权威的著名计划 巴鲁克计划 这就是国防原子能机构的雏形 跟很多的犹太商人一样 在创业一时 巴鲁克也历尽千辛万苦 正是因为他拥有一双 善于发现事物之间联系的眼睛 在常人看来 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 巴鲁克却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的联系 从这种联系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发财机会 并一夜暴富 巴鲁克28岁那年 即1899年的7月3日晚上 他从家中的广播里忽然听到一个消息 联邦政府的海军在圣地亚哥 消灭了西班牙舰队 这意味着持续了很久的美西战争 即将告一段落 这天正好是星期天 第二天即7月4日 也就是星期一 以往证券交易所在星期一不营业 但私人交易所则依旧工作 巴鲁克马上意识到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 如果他能在黎明前赶到自己的办公室 并大把吃进股票 那么就能大赚一笔 然而在19世纪末 唯一能跑长途的只有火车 但火车晚上停止运行 为了把握着稍纵即逝的机遇 巴鲁克用天价在火车站 个人承包了一列专车 火速赶往自己的办公室 黎明前做了几笔让人羡慕的生意 上午他的股票价值就翻了几十番 有不少成功的犹太商人 在别人问到他有什么成功的秘诀时 他会说这么一句话 我运气好 其实他们所说的运气 就是把握住了机会 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例子 麦耶本来是一个生活艰辛的 巴黎印刷退销员的儿子 为了养家糊口 他16岁时不得不离开学校 在巴黎证券交易所当一名送信员 这年夏天 麦耶撞上了他的第一次好运 他的姐夫受雇于巴黎的一家小银行 鲍尔父子银行 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他的姐夫应征入伍 麦耶趁机申请并获得了这个空缺职位 这次机遇的把握 不仅使他从此闯入了银行界 而且由于战争造成的银行工作人员大量流失 使他在16岁时就得以自由地学习 这个行业的所有的东西 1925年 法国金融界声誉很好的 拉扎尔兄弟银行的老板 大卫·维尔看上了麦耶 他认为麦耶是个可造之才 大卫·维尔问他是否愿意加入拉扎尔 麦耶很感兴趣 但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多久才能成为合伙人 大卫·维尔位置可否 麦耶也就婉拒了这个邀请 一年过去了 大卫·维尔重提此事 条件是有一年的试用期 如果麦耶的表现 有大卫·维尔想象的那么出色 那么一年后 麦耶就可以成为拉扎尔的合伙人 反之麦耶就得离开拉扎尔 这次麦耶立即接受了 麦耶没有辜负大卫·维尔的期望 1927年 麦耶如愿以偿地成为拉扎尔的合伙人 但是他并没有满足于这个成就 他还在寻找新的机遇 他的追求是想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银行家 为公司的发展出谋划策 安排交易 筹措款项 同时为银行寻找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 麦耶认为 这才是拉扎尔的主要活动所在 第二年 麦耶的运气来了 拉扎尔银行在这一年成为实力雄厚的 雪铁龙汽车公司的主要股份持有者 这时雪铁龙公司首次引进了奢销汽车的办法 这种办法是通过雪铁龙的一家子公司 奢销汽车公司 法门简称为索瓦克来实现 然而雪铁龙的老板只把索瓦克当作他的汽车促销工具 而麦耶马上想到了索瓦克更多的用途 比如奢销家用器具 工程建筑材料 甚至房产等等 他建议大卫维尔联合另外两家银行买下索瓦克 把它变成一个业务范围广泛的消费品奢销公司 雪铁龙的老板认为麦耶的建议对雪铁龙没有坏处 只有好处 索瓦克将继续销售雪铁龙汽车 不销售其他品牌汽车 还将从事其他领域的业务 索瓦克的转手 使雪铁龙不必再拿出资金用于销售了 这对于资金来源相当吃紧的雪铁龙来说 是很受欢迎之举 这一建议也得到大卫维尔的同意 于是麦耶四处活动 最后找到了两家合伙公司 一家是商业投资托拉斯 当时全美最大的消费品设销公司 另一家是摩根公司 世界上最富盛名的私人银行 他们两家都答应购买股份 有了合作伙伴 接下来就是寻求作为销售机构的商业客户 他很快地就与著名的电器制造公司 凯尔文耐克签订了合同 随后商家纷纷找上门来 这样索瓦克开始运转 他给投资者带来了持续不断的利润 时至今日他仍裁员不断 势力强大 索瓦克成功的经营模式 让金融界知道 卖业是一个成熟的银行家 他不仅能设计出一个宏大的构想 而且还表现出了 使这个构想得以实现的决心和能力 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 机会像流星一样极易逝去 它燃烧的时间虽然很短 却往往能带来巨大的能量 也许只有那么一次小小的机会 却能让我们大发奇才 成为巨富 犹太人总是这样相互鼓励说 试着去做一件自己早就想做 但始终没有勇气去做的事 你会拥有焕然一新的人生 三 立足长远找机会 机会是靠眼光和耐心来争取 同样一件事 在一般人眼里平淡无奇 在犹太人眼里就是实现发财梦想的良机 摩根从少年时就开始游历北美西北部和欧洲 并在德国戈西根大学求学 戈西根大学毕业后的摩根 在父亲的资助下 在华尔街独创了一家商行 与众作白手起家的大财阀的发借石一样 摩根财产的巨脸 首先也是从投机经营开始的 这时已是1862年 美国南北战争已经爆发 林肯总统颁布了第一号命令 实行了全军总动员 并下令陆海军展开全面经济 摩根与一位华尔街投资经纪人的儿子 克查姆商量出一个绝妙的结果 这天克查姆来访 说我父亲在华盛顿打听到 最近一段时间 北方军队的伤亡惨重 摩根敏感的商业神经被触动了 如果有人大量买进黄金 会到伦敦去 会是金价狂涨 感谢观看